D妹除了經營語言學習頻道 2020年還經營手搖引事業 暫睡5分鐘 而且發展得非常成功 不過當時她要經營手搖引事業時 曾經有網友不看好她可以經營成功 甚至還暢衰她早晚會結束營業 當時還有一位算民喊話說 如果她的事業能經營超過5年 自己就會捐錢 而目前D妹的手搖引事業 已經順利經營到第三年 她哥哥阿滴就在推特發文表示 還記得三年前再睡5分鐘 第一家店在北車附近開幕時 有一位網友在PTT上發文看誰說 一定很快就會倒閉 如果撐過5年要把一個月薪水捐出來 阿滴接著說到 我還記得她PTT帳號名稱 今年5月10日就是我們三週年 還剩兩年就可以請她捐款了 天文一出令大批網友紛紛笑販 在網上掀起熱議 我們會有五年來的 ヴィッ! 我們在網上賺起來 我們會有個叫嗎? 我們會做神經營剛好